AO 了世界以天天的同心 大家好 我是AO 今天再来看伯伯仁对上波兰人 这场比赛是天梯的地图 先来看一下大约10点钟方向的红色玩家 是抖音阿透 这个肥龙 看到写什么抖音什么柔歪的 后面这两只都可以随意变换 今天改名叫阿透 他选择的文明是伯伯仁 伯伯仁的特性 是他移动的 聪明的移动速度非常快速 而且马就拥有九折折扣 地勇时代有八折 所以在城堡时代跟伯伯仁互撞骑士 可能会越撞越亏 伯伯仁他的工兵路线也是很厉害的 马工路线虽然看起来没什么 但是他的骆驼工兵是非常强大的 伯伯仁他的枪兵路线是比较弱的 但是剑勇是满的 但他后期的圣旅科技呢也是还可以用 有这个救赎思想 虽然没有神圣思想 但是也没有印刷技术 但是城堡时代时 你要去招想投石车还是可以用的 那他后期的这个骆驼科技呢 尽管可以让自己的骆驼 获得自动回险的效果 所以整体来说 不然是打海陆地图 要不然是打这个阿拉伯 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文明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想要在不管什么地图 或是打这个超级随机 海陆混合图的时候 伯伯仁其实算是一个蛮好的选项 不管是打陆战海战都有一定的优势在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波兰人 波兰人的特色呢 是他的大庄园呢 只要盖下去之后呢 旁边撒农田 就可以立刻获得8%的食物效果 而且他挖石头的时候可以获得黄金 所以黄金获得速度也是很快的 那波兰人呢 他的打法比较偏向于骑士路线 骑士路线比较强大 那攻兵步兵也是能用的状态 那后期的波兰人呢 也可以考虑哦 去转出工程器哦 火炮啊 或者工程中的事 大冲车哦 都是很好的推进方法哦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两边的封建 是带怎么打哦 那波兰人现在右边有这个黄金 左边有一块 那这两块黄金对于黑澳来说 是相当糟糕的位置哦 那这块主金也是哦 地图超烂的 就只有两片土 两片木区 而且还是很薄的那种 那要到非常野外的地方 木区才会比较厚实哦 我们这个相较比较起来 就会看到 这边总共是一万多的资源 一万四左右 那七千 七千左右 这边呢 这边大概是 我们才知道 这边只有三千多四千 对整体来说 这个木区是相当薄的 很快就需要换地方哦 而且他其他资源都离得非常远 都在偏远地方 那我们来看一下 阿痛哥哦 阿痛哥这边木头也是偏烂 也是两组小组的 但他至少这两组 都是偏后方哦 不像Hera 还有一组是在偏前方的位置 那他的黄金呢 跟Hera一样 一样是烂到不行 那后面这块黄金呢 也是啊 哇 这个黄金 都是不是很好守 但是黄金比Hera上好太多了 至少是在后方的位置 但是他的果子呢 是跟Hera的黄金 掉相反的 一个是金在外 一个是石 这个 果子在外面 那突然了呢 果子只要在后面的话 就会相当舒服哦 他会撒这个大庄宇 非常快速哦 那大庄宇 打法呢 还是要偏向于走 骑兵路线比较适合 当然你要走弓箭路线 也不是太大问题 毕竟前期 波兰人也不会第一时间 去撒农田哦 所以如果你想要打 一开始有主动拳的部分 还是可以转肉马 好 好 坏人这边点下了一级农 那这边可以看这个细节哦 如果你是玩波兰人 你又走马旧科技 又要点一级农田 你就会发现 你这肉马 根本按不下去 要是强制硬按的话 可能会断村 所以可以看到 Hera这边是只有两只肉马而已 并没有第三只哦 那这就是波兰肉马开的一个问题哦 你要这样打的话 就会有肉马 没有办法跟上产人的问题哦 好 这边这只村民赶快围起来 后面这边村民回头打一下 好 这边高地反击 枪兵 有没有赶快按 两只枪兵赶快回救 完蛋完蛋 Hera这边可能要死一村 被拿下 Hera这边没办法 因为是走弱马开局 所以 枪兵 哎呦 拦截成功 呵呵呵呵 Hera这边枪兵居然跟上了 好 好 这边被抓了一村没关系 赶快再撒下更多农田 这边是单伐木场 好 九人伐木 好 好 这边两只羊找了回来 这边赶快围死一下 枪兵再过来 这三只若马有机会可以抓到村民哦 这边枪兵很多 这边博充进来 大中原直接开稿 碰哥 他也知道 这个大中原要先开稿 我们频道从 一年前来两年前一直在讲 这个大中原一定要先稿 好 当初还有一些观众不太懂我在说什么 呃 不然大中原还好吧 控制院比较重要 结果 现在每个职业选手 都在搞大中原 都知道这个大中原相当重要 好 结果这一波Hera也是送掉两只若马 OK 那现在 阿桶已经知道了 哎 这个大中原是拿不下来的 只能先回 回撤一下 待会 再拍一些若马 再继续开稿 那自家的经济也是要搞好搞好 好 快来 准备升级下个十代了 那大约17片田或18片田 就可以来升十代了 就开始挖黄金 准备下个十代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按一些枪兵稍微挡手就可以了 那现在 肥龙家里的枪兵应该是够了 好 反正Hera的若马也只有三只而已 好 这里不敢进去 好 Hera这边点下了一级挖金 让进化速度快点 收一下黄金 诶 结果忘记补兵工厂 尴尬了 Hera Hera这一波有点小伤 好 那现在农田树来到了16片田 这16片田 稳稳的 好 城堡塞补下了 现在四只枪兵 带着命绕 这样看起来 阿桶 这边的伯伯人 稍微慢了一点点 看起来10秒钟左右 好 四只枪兵 有机会吗 哎呀 没有看到 Hera要是有看到的话 可以提前预判这个位置 好 那伯伯人这边是点下一级挖金挖石 12个人挖石头 这里难道是要打个 骆驼工兵了吗 OK 破烂人这边是点下了一级的步兵铠甲 难道是要正面开戳了 不管了 直接戳爆你石头 看下这一波 看下这一波开打了 有一级的步兵铠甲 会有效果吗 我觉得有效果 但不多 哎哎哎 肉马被戳到了 哎呀 这个肉马危险 清奇兵 重装长枪兵升级上去 那这边要先保留一下枪兵的血量 那这边为什么 Hera要点一级的步兵铠甲 跟重装长枪兵呢 最主要是可以防骆驼之外呢 还可以先在升级重装长枪兵 去控制对方的 这个石头的挖掘 但是肥龙直接脱过买卖买出来了 OK 那这根城堡要被盖起来了 这一波做中长枪兵 跟上新奇兵的打法 已经没有优势了 这根城堡只要开敲了 基本上就是没机会 但是现在只要把 阿通的枪兵全部处理掉 就还有可能 像洛马在后面继续骚扰当中 但骆驼已经出来 地铁兵的血量掉得非常快 但枪兵全部打赢 但这根城堡还是可以建立起来 哇 阿通又拿了非常多顺度 来继续改 但村民死伤一点都来到了八村 这波Hera还是成功的拿下优势 没想到骆驼直接被重装长枪兵给戳死 这一波的枪兵跟重装 清奇兵跟重装长枪兵的连环升级 确实打出了一点效果 这一级的步兵铠甲 确实也让这个重装长枪兵的坦度 有上升的感觉 不要这么容易被打死了 好 现在骆驼攻兵出来 应该没问题 好 这里的骑士也来了 Hera这边果然转出了骑士 现在是双TC开拢 这边围了两个木门 好 现在黑龙也是下了TC 好 两边开始开拢 现在波兰人 Hera点下了马凯 那阿痛这边呢 还在挖石头 七个人挖 那就一位置 这七个人可能会比较 走一个塔 还是塔供 宝吹路线 骆驼攻兵配上城堡 好 逼迫对手跟你打架的一个路线 因为骆驼攻兵在这个时间点 并没有非常好的主动权 因为现在数量少 而且又不是帝王时代 城堡时代的话 就只有八点 哎 九点伤害 啊 讲错 九点伤害而已 所以现在要升级其他东西的话 也是需要点资源 还有这个 宝克顿自己也点 哇 点满快的 好 那现在有这些科技之后 就可以稍微出门了 但家里防守 需要一些骆驼 好 这边直接抓到了一只村民 一只落宫 盖TC没盖起来 这里要补一下房子 OK 补起来 补起来 这个房子能补起来没问题 哇 差点盖TC就被抓包 好 那现在 Hera在敌人家里的兵力 还有三只骑士 但路透工兵一直在后面卢霄 看起来没有办法 继续做太多的骚扰了 这一波木魂可能会被打破 后面博雷攻城7制造所 转个弩炮 OK 转弩炮 好 现在防守 家里做的没问题 3TC 4TC 蛤 4TC开农 OK 直接把波兰的肉类采集优势打到最大 OK 阿通看到有这个弩炮在了 就选择了撤退了 好 并没有打算继续练战 那阿通现在这7只骆驼工兵 还是可以做到一些效果 让Hera没有办法出来踩这根石头 但这也不是问题 因为右边已经有在开踩石头的部分 好 这里骆驼工兵也来到7只 现在肥龙也补下了第三个城市中心 但村民差距已经打出来了 差距20村了 两边的资源是差蛮多的 Hera家里现在是没有转骑士 而是转僧侣 加上奴炮的一个路线 直接走开农 好 右边骆驼工兵再来 抓到挖航境村民 这一波Hera有点亏 哎哟 要来盖堡了 OK 这一根堡能盖吗 这里有城堡 要稍微绕一下 好 这里城门破 等一下贵族特权 耕种技术 这一波冲进来 马修要赶快补了 不然大家会更补上自己的 骑士的产能 这一波由于实在太多 太偷了 肥龙直接拉骆驼工兵过来 但是没有弹道学 射有过歪 哎呀 反正可以抓掉一堆村民 结果没有弹道学 反正没什么急杀 好 这一波再盖 哇 直接十箭石伤害 好伤好伤 骆驼工兵直接吃好箭矢 好 等阿通 直接硬盖堡 这里盖堡应该会盖出哦 Hera这边也是有备而来 二十五只村民 后面只有十二村 Hera应该是优先可以盖好的 好 这里开始补马座 马座我开始补了第二个 我用生理招强到了一些骆驼工兵 稍微反之自己回去 OK 骆驼工兵在家里全部搞定了 这里要赶快按自爆兵吗 大药桶 短一点 开炸吧 后来人大公园 不怕没食物 按炸药桶 好 诶 两边都没在按 难道阿通 是打算只用冲车 直接开顶吗 好 Hera这边直接往外 继续发展 把这个农田 开始继续 补了起来 后面有些钱 有些钱是没有人中的 好 现在Hera好像没有打算 要补 大桶护炸了 看起来 阿通是想要靠弱弓配充车的战术 想要把这个城堡给点掉 但是不管怎么打 现在阿通要继续延续攻势的话 还是要多靠自己的路透工兵去抓村民才行 这一波来了 但是弹道学依旧没有补下 甚至连二级伐木都没有 阿通这一波有赚 OK 这波赚到了赚到了 胜兔稍微拉近了一点 63对96 三只胜利着想 SB退 后方两台奴炮 现在破篮二级马凯也点下了 诶 这边在用炸欧桶了 OK 看来最终还是想炮炸欧桶 搞定 好现在骑士过来 稍微一下 都存 有点炸裂哦 阿通这边直接点掉帝王时代 后来现在没有帝王时代 现在赚拉有点难受 现在这坨 做工也确实击杀到了有点多的村民 但资源量已经差了6000资源啦 OK直接点掉 说着奴炮 好可以再补下更多大庄园 大庄园直接补在领上 不管了马就开始往外补 好这大概就是城堡打帝王 右边的炸欧桶直接开炸 哎呦烟火秀啊 直接把里面的路途公命给炸出来 好这三只路公直接走到里面 好这个炸桶22滴 嘿炸完了 剩下两滴 都掉这根城堡 好这里大庄园补了一个防御剑塔 这个料妄塔 好防御剑塔没有补 升级还是需要升的 好 HERA这边补更多农田 是为了想要产更多的骑士 并不是想要升时代 这就是两只路公 互射互相交换了 现在HERA总共是5个城镇中心啊 5TC开农 后面农田还在继续补 骑士的数量越来越多 可以是要用资源战淹死肥龙了吗 但肥龙有时代上的优势 而且待会身上去有三级色化学 但弹道学还是没有补 我怎么觉得这个弹道学 哦有补了 弹道学补的时间有点慢了 我再更早时间点的话 可能会抓到更多的村民 好但是 骆驼宫兵数量明显不够 现在甚至按骆驼宫兵 就是极限了 黄金要被控了吗 这个黄金好像很难挖咯 越来越多的麻就开始往前制造 好 直接先插村民 直接控你黄金 要你黄金少 陆土宫兵就会少 我们也是有波齐式的进攻 在阿通 有点难受 虽然陆土宫兵 现在伤害有三级色了 但化学衣装没有黄金可以补下 好骑士这一骑 还是抓掉了几只落弓 好骆驼宫兵最后活了下来 还有十只 但左边已经杀了进来 这一波已经砍到了非常多的村民 现在阿通只剩下73只的村民了 127加上74 差距50只的村民数量 现在看起来 ERROR是圣卷在握 突然这边骑士开始狂暴起来了 我的天这个麻就是有多少 6个麻就 疯狂暴残 我的天 波兰就是这么的无情 大量的骑士直接你啊 好骑士的骑士也在抓 好这矿还是空着的 稍微还是能打 那接下来ROR重重点 就是要赶快把化学给点下 那现在还是要先把 路头龙兵的数量给维持起来 木头黄金 都需要控管一下 看这个承证中心要是被手撕掉的话 本人TC黄金就会不保 驱赶一下驱赶一下 好骑士再次溜了进来 波兰的无限骑兵之术 想打多少只骑士就打多少只骑士 贵族特权太猛了 虽然没有三级马凯 但这个量产的数量 真的是够恶心 来啦 哇 完全不怕你的城堡跟TC 直接在你的射程下开打 好这坨路头龙兵 挡住了这一坨 诶这辆赶快围起来哦 真的让了HERA给绕跑 诶我这里没有打算控的意思 你就射吧 好你解决掉我更多骑士 我就照更多的骑士过来 但这一次我不是照重装骑士 而是照青骑兵 开始转肉嘛 肉有点多 转了一个2级射 难道是要转弓兵了吗 突然的不弓兵 骑士能打 勃勃的骆驼弓兵的哦 还是要转战毛 也都可以哦 右边有一些小动作 但是动作不大 这个并没有继续进攻的样子 看起来这一坨 新骑兵是解不完了 HERA的肉量已经突破天际了 82片田 食物惨人 已经来到了巅峰 甚至还故意不按肉马是不是 OK点下金冠三攻 列克提克遗产 肉马继续爆 直接淹死对手 现在肥肉 有点尴尬 一直被这些肉马闹 虽然解得掉 但是 挡不过 波兰的 资源产能的优势 竟然资源量已经领先了 两万三了 哇 两万三这个资源 现在才45分钟而已 西地国 真的是一款雪球游戏啊 这个雪球越滚越大的时候 真的是无解 节奏游戏 就是这么的很 然后节奏一被拖到了 然后节奏很顺 这个波兰的 威力尔就会非常可怕 好 直接用一堆肉马贴过来 阿通不懒得控兵 直接打出了GG 恭喜 Hera拿下比赛胜利 哇 这一场波兰打的 真的是非常漂亮啊 那我觉得波兰最难的 还是守这个大中银的部分 Hera的防守 依旧是做的蛮好的 那阿通呢 这边肥肉 也是有持续的骚扰 也确实让Hera后面的这个TC 没有盖起来 那Hera这边3TC 补的实在是太早 防守的部分 也是做的很好 直接对盖宝 然后还顺利的把这个城堡给拔掉 那后面呢 又补下更多的大中原 也完全不怕肥龙过来之后 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勇气的决定 就是我盖大中原 但相对的 我会赶快阐述我的骑士 那如果阐述我的贵族特权骑士出来之后 我就要有这个意识 去防止 就要有这个意识 要面对城堡打帝王的意识 那这个意识一旦出现之后呢 就是瘋狂暗骑士尽可能的把兵送到对方家里 那我觉得这是对于玩破烂的玩家们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战术打法 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 那经济的部分呢 是由Hera拿下资源上的胜利 资源赢了 哇这个太多了吧 赢了大概三万 两万多 两万四左右 哇哇哇 这个资源太可怕 实物真正赢了一倍有了 好啦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啰 那如小的这部影片请记得帮小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咯 各位拜拜